在英业达的重要消息的部分 昨天是传出从外资连昌证券 也就是前身是苏格兰皇家银行 这家证券业者出具的最新报告说 英业达已经成功地抢下了 苹果六成的iWatch智慧手表组装订单 一年iWatch这个产品 就可以贡献给英业达22%的营收 还有19%的获利水准 因此外资是把英业达的目标价 由25元上修到30元 给予表现优于大盘的平等 联昌证券是看好英业达具备有iWatch 还有伺服器以及商用NB这三大成长引擎 股价还潜在34%的上涨空间 英业达跟广达抢吃iWatch的消息 已经传言多时 双方跟苹果都没有证实 不过前身是苏格兰皇家证券的联昌证券 分析师王万里率先开枪 发布最新报告 点名英业达已经接到iWatch大单 2014下半年将正式出货 挤注全年营收贡献占比达到22% 获利贡献达到19% 因此将英业达目标价由25元上修到30元 给予表现优于大盘的平等 联昌证券看好英业达 具备iWatch 伺服器 商用NB三大成长引擎 股价有34%的潜在上涨空间 由于三星传出将在9月柏林消费电子展推出穿戴式装置 而Google也将在11月发表Google眼镜 市场预期苹果的iWatch也不可能拖延太晚 网万里表示iWatch将有机会取代老旧的iPod装置 具有换机需求 售价将会落在149到229美元 折合台币4470元到6870元之间 推算市场规模上看6340万只 而英业达跟广达分支3800万只 以及2500万只 在笔记型电脑 智慧型手机 平板电脑市场逐渐饱和之际 穿戴式装置被视为下一代杀手级的应用产品 目前以苹果iWatch Google Glass 与Sony SmartWatch最为成熟 三星的智慧手表Galaxy Gear外传即将在9月发表 到时候将再掀起市场热门话题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